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香港进会大学两名反对普通话考试制度的学生陈岳航、刘子齐24日被校方勒令暂时停学,进大学生会26日发起集会游行,要求校方让两人复学。 今日,陈岳航也出席香港节目,阐述他认为香港人应有的普通话程度,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就行。 今日被停学的陈岳航出席香港谈话节目,他在节目中和进会大学基金校友委员会主席王克勤,阐述他认为香港人应该要有的普通话程度,我觉得基本的沟通能力就行。 我跟一些中医老师沟通,他们也有一些口音,但也是不要紧,因为你跟大陆方面去交流,不是靠你的普通话能力,是靠你整个人的。 陈乐航话未讲完,即遭王克勤打断。 王克勤表示,他在外国公司认识的五名西方外国人普通话都讲得比陈岳航好,更强调黄皮肤的人普通话应该要讲得比白皮肤的外国人好。 近大名选校董王凯峰则在节目中表示,他认为普通话不等于共产党,某程度上很多人将普通话政治化。 而这次停学事件的源头,香港进会大学普通话豁免是是否过难,评分机制是否太模糊,更在一连串风波之后又重回各界关注的焦点。 据了解,或免是为口试形式考生随机抽取题目,有25分钟预备时间,试题共有三部分。 朗读一篇短文,10%,5题广东话中文翻译题,20%,7题说话题,70%,朗读和翻译都不难,但7题说话题要求学生发表每题一至二分钟的演说。 题目难度不低,有教师将题目给中国学生看,中国学生也表示自己回答不出来,何况是母语非普通话的香港学生。 此次考试有高达7成的应试学生不合格,且进大语文中心一直没有公开评分标准,遭学生抗议题目太难。 评分标准不清,更值以语文中心为了多开课,故意让大部分学生不及格。 同位被停学学生的刘子柒也向媒体表示,希望校方能交代该市的评分准则及上诉机制。